《律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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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很高兴我们能够在 CGN中文台见面 相信今天上帝要将祂的话语 充满在你的心中 使你满有信心的 跟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撒穆尔记下 二章十二到三十二节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 一时泼舍的仆人 从马哈念出来 往积便去 喜路亚的儿子 约亚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 在积便池旁 与他们相遇 一般坐在池这边 一般坐在池那边 亚尼尔对约亚说 让少年人起来 在我们面前戏耍吧 约亚说 可以 就按着定数起来 属扫罗儿子 一时泼舍的汴亚明人 过去十二名 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 彼此揪头 用刀刺勒 一同扑倒 所以 那地叫西利甲哈苏林 就在寄便 那日的战士凶猛 亚尼尔和以色列人 拜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在那里 有喜路亚的三个儿子 约亚 亚比塞 亚撒黑 亚撒黑 脚快如野鹿一般 亚撒黑追赶亚尼尔 直追赶他 不偏左右 亚尼尔回头说 你是亚撒黑吗 回答说 是 亚尼尔对他说 你或转向左 转向右 拿住一个少年人 剥去他的战衣 亚撒黑 却不肯 转开不追赶他 亚尼尔 又对亚撒黑 说 你转开不追赶我吧 我何必杀你呢 若杀你 有什么脸 见你哥哥约亚呢 亚撒黑 人不肯转开 故此 亚尼尔 就用枪尊 刺入他的肚腹 甚至 枪从背后透出 亚撒黑 就在那里 扑倒而死 众人 赶到亚撒黑 扑倒而死的地方 就都站住 约亚和亚比塞 追赶亚尼尔 日落的时候 到了通积 便旷野的路旁 基亚对面的亚马山 遍亚闽人聚集 跟随亚尼尔 站在一个山顶上 亚尼尔呼叫约亚说 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 你岂不知 终究必有苦楚吗 你要等何时 才叫百姓回去 不追赶弟兄呢 约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神 启示 你若不说 细耍的那句话 今日早晨 百姓就回去 不追赶弟兄了 于是约亚吹脚 众民就暂住 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也不再打仗了 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 整夜经过亚拉巴 或约旦河 走过碧伦 到了马哈念 约亚追赶亚尼尔回来 聚集众民 见大卫的仆人中 缺少了十九个人 和亚撒黑 但大卫的仆人 杀了遍亚民人 和跟随亚尼尔的人 共三百六十名 众人将亚撒黑 送到伯利恒 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约亚和跟随他的人 走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 到了西伯伦 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大卫继续地与 扫罗的儿子 伊斯波舍 争战 两方的军长 大卫这边就是约亚 扫罗这边就是亚尼尔 两个军长 都是武功高强 带着他们的部署 征战 在激变的地方 经文我们看到 约亚追赶亚尼尔回来 聚集众民 见大卫的仆人中 缺少了十九个人 和亚撒黑 但大卫的仆人 杀了遍亚民人 和跟随亚尼尔的人 共三百六十位 结果是非常的明显 大卫跟约亚这一方 明显的得胜了 扫罗跟亚尼尔这一方 明显的渐渐的败落 这一段圣经就让我们看到 上帝正一步一步的实现 他对大卫的应许跟拣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是信实的 是保守大卫一生之久的上帝 上帝说话 他一定百分之一百的实现 他在大卫身上的应许 那也让我们看到 大卫的君长约亚 也就能够得胜 约亚的得胜 是因着上帝与大卫同在 那我们就在 今天让我们看到新约 主耶稣基督 也是永远的君王 是全地的君王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 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从那时候起 耶稣就传道起来 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新约就宣告了 耶稣基督是永远的 普天下的所有人类的君王 是上帝所拆派来的 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要来到 祂的百姓的当中 做王直到永远 而我们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天国的子民 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感谢上帝 因着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仇敌 也战胜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老我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也必能够与我们的耶稣基督 得胜直到永远 我们原本是在罪恶中死亡的 我们打不过罪恶 我们打不过死亡 我们也打不过仇敌 邪灵一切的试探 然而耶稣基督 我们的君王已经得胜了 如同大卫在上帝的面前 被应许成为君王 上帝必要成就大卫的国度 直到永远 上帝也要成就耶稣基督的 天国的国度直到永远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 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大卫跟扫罗两方的 争战的一个小小的战役 就是畸变的遭遇战 大卫的君长约压得胜了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也如同上帝国度的精兵一样 我们的人生也是征战的一生 我们人生有大小的困难 遭遇 我们要依靠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的君王 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能力 给我们的慈爱 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 所有的战役当中 我们都能够靠耶稣基督得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的一天 在新约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第三第四节说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防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新约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在天国的国度的当中 为耶稣基督当兵 耶稣基督招我们来跟随他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同时我们也被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装备 属灵的军装能够在这个世上 跟耶稣基督一起来跟罪恶 跟仇敌争战 我们争战必定要得胜 如同大卫的部队 约压能够得胜一样 今天在大事小事上 主耶稣基督圣灵都要帮助我们 装备我们 使我们面对罪恶 面对仇敌的试探 我们都能够靠主耶稣给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慈爱 给我们一切的供应 给我们的智慧 给我们的团队 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如同大卫的部署 在畸变能够得胜一样 我们今天早上中午晚上 我们都能够靠耶稣基督得胜 愿上帝赐福给你 今天是得胜的一天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信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能够从死亡中进入永生 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主耶稣基督的爱 主耶稣基督的真理 在我们的生命中 引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生 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 今天都能够靠耶稣基督而得胜 我们祷告 恳求主垂听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